选职 正名其该打 实在令人心寒 着风沙美联航 永不乘坐 黄种人在外面被欺负了 他不是中国人就不帮 中国人被欺负了 他不是本地人就不帮 本地人在当地受欺负了 他不是自家人还不帮 自家人在外受欺负了 他不是直系亲手也不帮 等自己在外受欺负了 恨不得所有人都帮自己 还无耻地说 大家都是黄种人 对不公待遇 不敢发生好欺负 对待恶势力的行为 总是不了了之懦弱怕事 事不关机高高刮起 每当恶势力作恶时 倘若每个人都敢于大声谴责他 让他受到各界的巨大压力 我想华人亚裔 不会被歧视成这个样子 这次被打的是越南裔 下次打的就是你华裔 任何一个种族都不应该遭到歧视 无论成可是什么意义 首先他是个人啊 既然他已经付钱并且乘坐了 如果不是自愿 凭什么受到这样的对待 殿大欺客也好 种族歧视也罢 在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家 受到这样的待遇 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事后 美航空界泰斗力挺美联航 说乘客幼稚 像个孩子不愿离开 你大爷啊 如果这个被打的满脸 是写的人是你 是你的父母亲人 你他妈还在这里说风凉话吗 也许我们能做的是很少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今天起 从我做起 坚决不做美联航 抵制美联航 维护华人尊严 一风之音 我们再行动